请 请 大哥 箱子手上让人动我 大哥 银子没了 他娘的 尚款也敢偷 老子的银子也敢偷 银子放在国子间也能被偷 本官特意借地方给你们存放银子 还把仓库的钥匙给了你 现在银子丢失了 最有嫌疑的 就不应该是我国子间 你放屁 不是 你们难道是我 你把钥匙给了我 你就不能有第二把了 如果是我的话 为什么不用钥匙打开 还要硬声声撬开啊 这样一来 你们就好嫁祸给我国子间嘛 不是 那我 行了行了行了 冷静点 你们锦衣卫真是好威风啊 窃了银子 还要栽赃我国子间 现在还要仗势其人 老夫想起来了 指路为马颠倒黑白 是你们锦衣卫一贯的本事 我打死你 老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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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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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乔 你现在在这吵吵闹闹有什么用 不如报官吧 报官 报上官 我就是官 你让我去报官 我锦衣卫让人坑了 我居然取上不快板 我这脸丢的还不够多吗 难不成 你还想让锦衣卫来办此案 你放开 虽然我们不是 专司针基的探子 但也总比六扇门 那几个人高明 这个案子 我一定查个明白 如果真是你们国子间人干的 我跟你讲 我绝不放过你 你们要查我国子间 先洗清你自己的嫌疑吧 我有特娘的屁的嫌疑啊 你们国子间的枪比老乔还高 我怎么偷啊 这么多银子 没错 箱子在这儿 可银子没了 说明这偷银子的贼 没有办法把银子整箱搬出去 也没有办法把这箱子 运出国子间 也许他们是把这银子 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运走了 可即便如此的话 他们也不可能走的是围墙啊 对啊 这国子间晚上有兵丁巡逻 墙外有捕快和耕夫 这银子 也不可能从墙上运出去啊 要照这么说的话 银子只能从门口运走了 四叶大人 你们这国子间 出入应该有记录吧 有 那就好办了 银子是傍晚运过来的 而夜里呢 国子间又禁止出入 所以 在这段时间之内 如果有人运送了大车的东西出去 或者是 往返进出多次的话 那门尾一定很清楚 你还不赶紧把昨晚 开门那人够找来 你还想查我国子间啊 我凭什么不能怀疑你国子间 银子在你国子间丢的 不怀疑你怀疑谁啊 再说了 你再三总当我查案 你是不是要坐在心去 我告诉你 你这个门锁可是完好无损的 我这银子可是打开的 你 好了好了 小兄 话不能这么说 这锁能完好无损 不能代表什么呀 就这锁 你给我点合适的工具 我都能给它撬开 这再说了 国子间呢 无私地替咱们存放这些银粮 咱们怎么好 无险人家国子间呢 四爷大人 您呢 教话语人 大道理呢 懂得比我们这些晚辈 要多得多 这些银子 可是要镇集灾民的 那我们不应该 合理把这些银子找到吗 是啊 老师 如果没有这些银子 这些灾民的处境 将选上家说嘛 四爷大人 您维护国子间 我们心里都清楚 可是 要想国子间洗清嫌疑 不是应该你配合我们 尽快地把这些 偷银子的凶手 给找到吗 此事 如果声张出去 对谁都没好处 可如果你们查不出 个子丑银某 就别怪我岳某 翻脸不认人 多谢四爷大人 各位公子 不好意思 既然你们的银子 已经不见了踪影 这笔买卖 咱们也就做不成了 告辞 告辞 童掌某请留步 此事非童小可 关系到兵部 国子间 还有锦衣卫 所以应该怎么做 童掌某这心理 应该很清楚吧 您有几家店 我可门清啊 各位公子请放心 小的一定 守口如瓶 守口如瓶 走吧 走 我问你 从昨天有时到金晨 前门的出入人员当中 有无大批人员结伴而行 有没有携带众舞 或者用马车运送东西的情况 这位大人 真的没有 昨晚出入此门 一共有四十多人 最多也就三四人同行 没有人运送重物 更没有一马车运送东西的 可否有人反复出入 这个 下官记不太清楚了 如果有人反复出入的话 这个出入的流水障册 应该有所记载 这上面记载 只有一个人进出过两次 流逝酒后 遗落了东西在酒馆 就两次 那不可能 这么多银子运不走 后门这段期间 只有二十三人出路 没有一场 大哥 我和云飞去了左右两个门 左边那个门 门锁销销使 还有 门眼上没有明显的擦痕 看来 是好久没有开过了 右门我也看了 和左边情况一样 也是封闭已久 那如果银子 不曾被运出去的话 那我应该还在锅子间吧 怎么 你们还想送我国子间吗 四爷大人 此事如果不查个水落事出的话 不光是国子间 就连您 茗玉 都会受到玷污的 成了成了 老夫答应你便是 多谢四爷大人 好 看到没有啊 看到没有啊 没有啊 你看 仔细一点 慢点慢点 那边那边 好 快 大亨你干吗 允飞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是我放的是大亨啊 你反正都湿了 你再看看那边有没有 还是没有啊 笨死了我下去 年兄 这些人 不是四爷大人 请来灭属除蟑螂的吗 怎么 这井里也有蟑螂老鼠了 贤弟啊 你一直生活在城里 自然有所不知 文兄年少的时候 曾住在乡下 当然知道一些 这耗子 是可以潜水的 故而因此 他们才检查得 如此仔细吧 年兄果然博血多彩 过奖过奖 这井里居然有蟑螂耗子 那咱们同时喝的茶水 谁想能走 这井里居然有蟑螂 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 没有 你找清楚了 来 老子就不信了 只要是银子 还藏在这果子间 我就一定能 把他分出来 孔先生 你这是干吗 你是有什么东西 掉进茅客了吗 管你屁事 拉你屎去 行 你慢慢找他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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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cations 老子 ahh 好 呀 不要 小天 你发现了什么没有 这窗子也没被人敲动我 没有敲我的痕迹 老牛 歇会儿歇会儿 好 我手都没劲儿了 怎么这么长的 走 走 大哥 想什么呢 没劲儿 歇会儿 大哥 人家歇会儿跟你有啥关系啊 岳队 我记得 你当时跟我说 这些伙计抬着银箱 从百善楼出来到这里 中间没有停过 对 你所说的没有停过 是指他们一次都没有休息过 这箱子一直抬着 没放下过对吧 对啊 箱子没离过手 脚也没停过 不是 大哥 有什么问题吗 好好好 他在找什么 什么就明白了 我不知道啊 我要知道我不就大哥了吗 明白了 明白 他知道什么了 我不知道 大人 他知道什么了 我哪知道啊 不 没事 来 大魂鱼飞 帮我把砖头搬开 我把砖头搬开 团体 我明白了 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明白什么 你快说呀 我都急疯了 洪萱兄 你去把四叶大人 还有管理这里的人找来 哦 好 不是 雪爹 你究竟发现了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四叶大人 请问我身后窗下这堆砖 是何人何使堆放到这里的 怎么回事 旁边一放不就可以了吗 那你们运来的是砖头 这怎么可能啊 我运来的明明就是银子啊 可你并没有打开箱子 让本官查验 难道我们认误你不成 好 乔兄弟别急 我运来的明明就是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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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在角落的时候 就已经被人调包了 这既然被调包了 他们为什么还要 费尽心思地把这个锁子撬开 然后再把砖头运出来呢 其实贼投银子的一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 替代了真银子 第二个阶段 他们需要把充当银子的砖头偷出来 从而毁灭证据 没错 所以他们一定要把砖头搬出来 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从而制造一个银子是在国子监被偷的假箱 嫁祸给国子监 现在可以洗脱我们国子监的嫌疑了 乔兄说得对 而且我也曾经实验过 我们原本打开银箱的钥匙 根本打不开现在的锁 也就说明 箱子不是那个箱子 锁也不是那个锁 这一切 都已经被人调跑了 大哥 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百山牢 找那帮孙子要钱 走 走 那边 这我还是想不通 他们在百山楼里到底是怎么调的吧 那银箱可一直都没离开我们的视线 只要确定 问题出在百山楼就够了 其他的 让他们亲口交代就是了 你们肯定他们能亲口承认掉包了银子 他们肯定不会随便承认 但如果 我们在九楼里找到了那笔钱呢 他们已经掉包了银子 还不及时运走 我赌的就是他们还没来得及运走 像如今 大量赞民涌入城中 街上那么多巡捡还有补款 晚上还有宵禁 他们怎么敢轻易地把银子运走 再说 他们已经抹去了国子界库房里的标记 所以 抱着脚信心里 如果我们发现的草的话 那银子 应该还在百山楼里 嗯 有道理 晓天 晓天 哥哥把人都带来了 你说吧 怎么干 直接进去 给我搜 大哥 你做事一向沉稳 怎么今天把帽子让他 怎么了你 刀刀架脖子上了 哪有时间沉稳啊 老乔 搜 给我搜 搜出银子来 我请吃酒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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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这位大人 不知我摆上楼 发了哪条王法 竟然动用几一位的人 前来办案大人 就凭你也配质问本官 滚 这位大人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地上下搜查 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实不相瞒 我们这摆扇楼 可是礼部尚书的产业 不看僧面看佛面 你说什么 这摆扇楼是礼部官尚书的产业 给我挖地三尺的搜 也要把银子给我搜出来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乔布斯 原来是你在我家酒楼脑市 关小坤 你果然在这里啊 这摆扇楼市你家的产业啊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我跟你有交情吗 乔布斯我告诉你 你现在带着你的人 马上给我滚 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让我滚啊 可以啊 你把赈材的银子交出来 我立刻就滚 什么赈材银子 哦 我明白了 乔布斯 你们以义脉之名 筹集的那些银两不见了 姓乔的 你坚守资道贪了那些银子 现在栽赃给我 你这就是诬陷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姓官的 就算你肯放过我 我还不肯放过你呢 你去告诉我爹 就说锦衣卫百户乔布斯 在我们家酒楼生事 是啊 这么急着找爹 做才心虚啊 我呸 我告诉你乔布斯 我行的正做的端 我有什么好心虚的 我有什么好心虚的 有什么好心虚的 有什么好心虚的 被人逃着 你吃得了 我我都给我 你吃得了 大家快点看 我吃得了 我吃得了 你吃得了 大哥 走到令尔门 大哥 这百山楼果然有问题 我知道了 我知道这银子怎么掉包的了 这个地方有队里有问题 这个地方或是有队里来 会火车有队里的 还是会有队里来 去尔门 就是你 云飞走到门厅的时候 是你教主 小兄弟 小兄弟且慢 一会儿送完银两 记得回来喝酒了 我不喝酒 这个时候捕快们都在楼外 只有这个时候 银子是没有旁边看着的 就是你跟云飞说话的时候 你的人给掉了包 我跟你讲姓乔的 你别在这血口喷人 这个作品能打开 你就栽赃罪名给我 我告诉你 这个官司打到朝廷上去 也定不了我关小坤的罪 我呸 我今天废 我 你干吗 小兄 息怒 小兄息怒 息怒 息怒 你等着 关小坤 你说的固然不假 可我还能找到一个 让你无法否认的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 当天 装银子的箱子 是由你酒楼里的十二个伙计 负责抬走的 如果我能证明这十二个人有问题 是不是你也难逃干系了呢 你 你怎么证明 那天的十二个伙计 抬着银箱 从这里离开一直到国子监 那箱子 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他们的手 如果我能找到同样的箱子 里面装满同等数量的银子 让他们按照当天的路线再走一遍 中间可以毫不停歇 那么 我叶小天 就向你磕头认罪 而且现在我明白 为什么 那三个银箱的钥匙孔 都被人给遭坏了 因为他们把箱子调包了 而你身上的钥匙根本打不开箱子 所以 他们才要撬箱子 好 我一定要把银子给你找出来 走 大人 二楼都搜变了 没有 大人 一楼都搜变了 没有 箱天 这银子不会被运走了吧 不可能 如果银子真被运走的话 关小坤一定会抵死不忍 可你现在可能 银子还在 不错 银子一定还在 给我重新搜 粮上床下 连一个马桶都不要放过 搜 是 是 走 刚 刚才不是搜了吗 怎么还搜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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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干啥呢 少跟老子废话 鬼边去 搜 把锅打开 什么味儿啊 你们俩闻到了吗 那边那个干水的味道 那边那个干水的味道 还在民运涌路了 所以城门呢 也定时开放 这点时间这么多的干水垃圾 是运不完的 有的时候拖到下午 游飞达 够了 把干水放下 让开 把车也 그렇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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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真是想不到啊 你们锦衣卫的兄弟们扼成这样 连我们百善楼的干水桶 你们也不放过呀 就不信这个银子能飞了 那你们接着搜啊 我们官家有的是银子 我大不了把百善楼关个一年半载的 让你搜无所谓 你刚才不是说得头头是道的吗 银子呢 你别以为你有乔布斯跟你撑腰 就能在我面前拿着鸡毛当令箭 我告诉你 你这是堂壁挡车 不自量力 邪家带眷的来到京城也不容易吧 最近京城可不太平 最好赶紧带着家里人逃 要不然的话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有什么意外 意外啊 我告诉你 我叶小天不是被吓大的 这可说不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啊 小心哪 是吗 那你最好记得这一点 咱们走着久 我们走 大哥 走啊 怎么了 大哥 别动 油漆 这游戏哪儿蹭呢 锦衣卫兄弟又来收干水了 今儿没了 大哥 那边 给我砸 是 是 是 你 你们干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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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了 与丧 抓住他 你 你 警官呐 说吧 你是想死呢 还是想死呢 这回 差点让你小子给蒙糊过去了 刚刚是谁在说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来着吗 干吗 给我清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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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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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要干嘛你们 偷银子 你偷我的银子 你偷啊 你偷啊 给我借着打 往死里打 是 住手 走 当着我的面 还敢动手 国舅爷 关小坤不该被揍吗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 是他做得不好 可是杀人也不过头点地 你们真的要把他打死吗 那国舅爷的意思是 这事就这么算了 关小坤此举 确实是大大的不妥 可是我希望 我希望各位能够放他一马 不是 屏幕 是 关小坤此举确实卑劣 你说他触犯了枉法也没有问题 不过我觉得 给他一个教训也就够了 各位 不会真的想把他送进大牢吧 我相信经过这一次 关小坤一定会接受教训 而且 此事不可能瞒过他的父亲 关尚书 关尚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一定会对他的儿子严加管教 张兄 得饶人出且饶人哪 洪轩 岳老师 关小坤道德败坏 品质恶劣 我国子剑是不能留他了 帮他盗换青砖 栽赃我国子剑的人 老夫也不会放过 不过 老夫在想啊 是否能让他们官家 主动提出来 让关小坤离开国子剑 你和关小坤 都是国子剑的奸生 虽说此事和国子剑无赦 可一旦声张出去 难免会损及国子剑的声誉 所以 老夫以为 你是否慎重考虑 这个 大人说得对 张兄 退一步 海阔天空啊 是 好 今天就给司业大人一个面子 走 带上银子 我们走 是 拿银子 走 足下大恩 老夫紧记在心里 大哥 就这么把鸟人放了凭什么 大哥那想啊 关小坤就算被定了死罪 他要真的能受罪吗 他如今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算不判刑 你以为 他老子能放了他吗 不是 凭什么 忍得了一时 方能容得下一时 如果妥协能得到的好处更多 我们又何必抓着不放呢 别人吗 别人吗 二哥 大哥说得对 好了 兄弟们 收摊了 走吧 来 来 小天呐 如果不是你 我们几个可筹不到这么多银子 我们几个也不会顺利地找回这些银子 是啊 小天 这次啊 幸亏你聪明睿智 替我洗刷清白 要不然 各个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嘛 二位兄长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可太抬举小天了 先不说你我兄弟二人一己相投 在这件事上 我们也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啊 所以呢 于公于私 小天都应该竭尽所能 行行行 那咱们就别说客的话了 干了这杯酒 就是兄弟 来 来 来 小天 你的事我听乔兄说了 你别着急 这事啊 我们帮你摆平 张兄所言甚是 小天 你就安心地待在这儿 这个大任务扯起皮来 可是旷日持久啊 一个月两个月 一年半载的 那这都很正常 你以为我大哥 像你们俩一样不求上进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事啊 最好还是跟老爷子说一声 虽说他不是正管 但是说一声 我大哥的事不能提早了吗 这个没问题 我爹虽然是兵部的 但是呢 到其他衙门说句话 人家总得卖他个面子 那如此这般的话 小天 先提前谢过乔兄了 来 那么大 你看 京城这么大 咱们去哪儿找营营 哥儿 你确定 营营来到了京城 伯父 我都打听过了 叶小天是被押到京城来的 小妹一定会来找她 肯定没错 人海茫茫啊 伯父 你就放心吧 小妹是来找叶小天的 咱们只要找到叶小天 一定就能找到小妹 对啊 去打听打听 刑部衙门在哪儿 好 我现在就去 前面那个 来 前面那个 来 前面那个 来 前面那个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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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个事 刑部衙门在哪儿 刑部是什么 阿猫阿狗都能去的吗 老子不就问个路吗 瞧你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瞧不起我们外乡人啊 再给大爷装算试试 住手 你们这帮外乡人啊 到了京城还敢如此嚣张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 此乃当朝国舅 蒙谁呢 别在这儿唬人 原来是当朝国舅 试敬试敬 之而无礼 还请国舅爷 您尽量 就你们这些山野村夫 守城门的压根 就不该让你们进来 你 实不相瞒 老夫此次进京城 是因为小女 被一个叫叶小天的 这个混账小子 拐到了京城 叶小天 请问 令爱的名字叫什么 老夫姓夏 小女 归名扬扬 夏盈盈 那你是 你是夏老爷子 晚辈李玄成 恰好认得您的女儿 这就好 夏老爷子 您放心 寻找令爱这件事 包在我身上 来